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3年过世的镇照明 镇成功的镇 照是一照两照的照 明是宁波的明 他生肺癌往生的 宁波的明是吧 安宁的明是吧 安宁的明 对 镇照明 估计他们不学佛也想不通了 念了已经270张小房子了 不行啊 还是在地府 不行啊 所以一个人不相信不行的 不相信念经念出来效果都没有 没有 现在你这个人 这个人是他的先生 现在他的妻子和他女儿都修心灵法 都是您的弟子了 但是效果不好呀 跟他先生可能业障太重了 师父 他们想不通为什么 他会突然之间就肺癌走掉了 也没有抽烟 他生前是海军 很多事情根据上辈子 这辈子没有什么想不通的 对不对啊 还有一些人 人家走掉了比活着还要好的也有 因为在活的时候气喘不过来 脚们残废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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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他一走掉之后 他回来看家里人的时候 就告诉他说我现在自由了 我的腿啊脚都能跟原来一样恢复了 像这种情况没有想不通的 因为他不相信他就会想不通 当你相信的人你不会想不通的 对不对啊 你说我们学佛的人我们不怕不怕死的 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知道到哪里去啊 他不相信的人 你以为在人间叫苟且偷生啊 那对不对啊 很多人苦的呢 像在地狱里一样 但是他也不愿意死啊 那对不对啊 这个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希望我们学佛的人要 没有什么想不通 一切都是因果 一切都是因缘 你告诉他 今天他这个 虽然他没抽烟 但是他肺 有可能是父母亲的遗传啊 对不对啊 或者他二手烟吸的太多了 他别人抽烟 他老在边上吸呢 所有的一切 他都是有个原因的 对不对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这个世界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 这个果 全部都有因的 你记住这句话啊 嗯 我告诉你说老天长眼的呢 根本不是说什么老天没眼 是人不理解 不懂 不明白 所以叫无明 听得懂了吗 是 是明白 赶安师傅 师傅 那现在他现在在哪里啊 正照你 我刚刚看了 还在地府呢 还在地府 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是上去过的 在阿修罗 但是后来又下来了 嗯 哦 那还要多少张小房子啊 师傅 小房子继续念吧 好吧 小房子至少还要念五十六张 五十六张 嗯 我告诉你 家里人不信的话 念出来没效果了 没有用了 嗯 现在他的妻子 修心灵法呢 然后度他女儿 他女儿现在也修了 嗯 可以叫他 可以叫他来看他们的呀 这没问题的 哦 好的 就是晚上到梦里来 完全可以来的 因为他在地府 来起来很容易的 所以鬼跟人接近的 最接近的 鬼呀 鬼跟人接近最容易的呀 哦 人鬼还能弹琴呢 所以很多人身上一个鬼 他附在他身上 不停地跟他讲话 然后跟他做那种事情 然后吃东西 其实都是他吃的 但是呢 看上去像一个人在吃一样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灵魂在吃东西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嗯 感恩 感恩师傅 师傅 这个王人他过世了嘛 然后当时他们单位里面 因为他身前是海军 然后出过书 然后他的女儿以前不懂 现在修心灵法呢 是您弟子 他的女儿在他的那个出 他爸爸出书的最后一版说 如果有来世 还是你做我的爸爸 那他现在不懂 他不想有来世了 他想于事修成 那他 他要不要念礼佛 忏悔啊 哦 哎呦 很难讲 因为他出书了 书版本都发行了 哦 有这个可能性 哎呦 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他可能在写这种东西的时候 他惹灵性 哦 哎呦 这种书不能出 你看过去拍电影的人 哦 你看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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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澳大利亚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演员 不是参加了一个好莱坞一个电影吗 里面演一个像魔头一样的 嗯 最后不是生病 就是走走走磨了吗 入磨了 最后死掉了呀 拉走了呀 所以一个人就是演什么像什么 你看不是最近网上在说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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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演员吗 中国的一个女演员 嗯 他演一个吸毒女吗 最后他就吸毒就死了 哦 所以这个事情 好像很多这种类似的 对呀 你因为演的太像了 就走了 对呀 你演的太像了呀 嗯 那那他现在要要跟菩萨忏悔吗 要念佛吗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他爸爸写这个书的时候可能会牵扯到很多 他说来世啊 今生啊 这种东西 只要一忏悔他就会有灵性上升的 尤其是不相信的人 相信的人嘛 他还能念经 他不相信的人 他来了 他没办法对付呀 明白了吗 嗯 是他女儿在他的爸爸那个生前他出书写的最后一段文字 他女儿还在世的 嗯 跟女儿没关系 你听得懂不了 脑子没有啊 哦 听不懂的 他爸爸活着的时候写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他女儿了 哦 哦 对不起师傅 是他爸爸走了之后 然后 他女儿在写的 他就输了 他女儿在写的 哦 在另外写上去的 嗯 那随便他了 那脑子真的有问题了 这个以前真的不懂 现在知道好多事情啊 嗯 他说来世再要做你 做我的爸爸那完了 那下辈子再 再好一点嘛 再投人咯 嗯 不好嘛 就出大事 嗯 好了 叫他忏悔吧 就这样吧 好了 忏悔 那你说 这个电话不能像平时一样的 救命的 好吧 不能谈这些事情的 只能看图层 好吧 嗯 师傅 还有一个男孩子 他是抗 抗联球菌 溶血素O O型 查出来 这个 就是 这个东西是感染 联球菌引起的指标 会引起 系统 是性心脏病 对 免疫系统出毛病 嗯 他是09年男孩的 男的 嗯 你师傅能不能 那看一下 他爸爸妈妈 都修修心灵法门了 刚修 嗯 他妈妈取缘吃全素了 他爸爸还没有 刚修 听得懂吧 刚修有什么用 哦 听得懂 什么事情都是临时抱佛脚的 真的 气死 一定要孩子症病了 一定要 哎 佛陀当年讲过个故事 我不是开法会的时候跟你们讲过吗 嗯 有些马是一看见边的影子就拼命的往前跑了 对不对啊 有的马是抽到身上了 他感觉的痛了 对不对啊 嗯 嗯 有的马是生病了 他才知道自己要去找吃 找找吃 找水喝了 嗯 有的病 有的马已经已经自己躺下来了 才知道要学要救命了 没有用了 我告诉你啊 这种东西就是悟性啊 一个人好的时候不学 非要等到 就像消防队为什么说 平时教育就是让大家不要着火了再找他 着火了你肯定有损失了 你要在没着火之前你就学会 听得懂了 听得懂 那师父他现在 那现在他这样子 这只孩子要多少张小房子啊 有的念了 有的念了 跟癌症一样 他就是另外一种名称 实际上就是癌症 好了好了 不能再讲了 结束 好吧 不能再讲了 因为今天不是平时不可以这么讲的 好吧 要救命的 一个电话就救人家命了 好了再见了 对不起师父 好好好 师父再见 喂你好 喂你好 喂师父你好 你好赶快讲 哦是的 请师父帮忙 一位同修看一下 十八年老鼠 女的 十八年的老鼠 女的 想看什么讲吧 健康 十八年的老鼠 健康是吧 对 不好啊 他的免疫系统出毛病了 浑身都酸痛 腰不好 腰也不好 肠胃也不好 肠胃这里 而且好像长东西了 哦 还有零八也不好 零八 对 他最近跌倒了 我告诉你 他零八也不好 你听得懂吗 好的 零八 你跟他讲了 大腿内侧 有零八 还有喉咙这里也不好 他的关节也不好 还有腰 腰不好 明白吗 还有心脏比较微弱 这个 这个人呢 就是跟你说 叫他气量一定要大 他的气量太小啊 好 听得懂 气量太小了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吗 好的师父 这么 这样他 他这次的节 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多也不多 少也不少 七十八张 七十八张 好 好 我先将他许言一波 还有 最近他的女儿梦见 师父到他家里来说 你们家很多灵性 祖先问题 师父帮你看会悲业的 他女儿跟师父说 之前师父在梦里说 学佛人是没有数月的 数月的 是担心还没有学佛的家人 这主月怎么化解 还没有问完就行了 对不起 师父 今天我也请同修 跟菩萨说了 今天他们家里的业章 他们自己背 不要师父和我背 你要记住一个问题 他如果家里一直供祖宗 就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如果家里一直 经常叫祖宗的名字 讲到祖宗 讲到过世的亡人 他就会回家 就会回来 所以名字不要随便提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的 我会跟同修讲一下 还有同修他想问一下 他的父亲 我